客人想去哪里 这长安城中 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请客人上车 这么点路眨眼就到 您瞧那双龙细珠 近看就连那龙须也掉得真真的 别看咱们 这对面是龙兴商会 城里人都说 那什么稀奇古怪的都没 里面还有仓困呢 您要是逛累了 就到那边青山茶社里 歇歇酒喝喝茶 旁边还有个红锐浴室 可以去里面泡泡澡 绝对浑身都舒坦 从这里往北 就是皇城了 不过咱普通人可进不去 这一带聚集了很多 记忆超群的农工巧匠 而且龙武卫也在这里 自己动手 风衣足使 烹饪美食的秘诀 除了新鲜美味的食材 还需要不断练习 波浪鼓面人哟 小风车指风筝喽 瞧一瞧看一看嘞 欢迎来 我们学习的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不在太华观 就不必如此多礼了 我这次找你来 实则是有一事相请 望你勿要推辞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你可听说过陈希此人 哎呀 你既听说过他 这事就好办多了 想你也知道 这神医道天乃中原修仙道直牛而者 门人弟子遍天下 若论消息灵通 无人能出其诱 想当年神医道天出力之时 曾得赤霞祖师相助 盟主屈清歌 一直感念祖师恩情 长思暴打 虽然屈清歌 在五年前的一场大战中下落不明 但神医道天上下 依然对我太华观理尽有加 对秦陵之盟筹谋之事 也向来热心 此次来长安调查南疆协舰 若得神医道天的同道相帮 也能事半功倍 哈 聪明 他如今正在肃政台 你一去便能看见 这 这个 日后你自会知道 总之 我是无言再见他了 嗯 此事 我已和其他几位同道参详过了 既然暂无线索 不妨暗中增派弟子 做出个内警外松的姿态 即使一便陡升 也能及时遏制 谢会长 上回咱们一起商量的 降妖眼甲战无不胜九号 现在造的怎么样了 降妖眼甲 听起来倒是厉害得很 要真能得造出来 咱们的太华秘境 就能轻松不少了 莫及 此事我已交由罗锦修去办 他经验演述二十年 在我博物学会里可称第一 只是 他不太喜欢这个名字 说是咄咄逼人落了下诚 不如改成维克特利 嗯 听起来 倒是和咱们南疆话有些相像的 不过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维万事安 克勤于邦 规章特达 历在千秋 果然是意运深远的好名字 还是你们博物学会又学问 就这么定了 呃 叫为 为 为什么来着 维克特利 对 维克特利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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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白鶴一先前写了摘叶记 惹出多少事端 如今还嫌不够 又新出了一本吹叶记 越发胡编乱造 不堪入目 你也真是好性子 竟能由得他胡来 若是换作我 不如就让我浅天机酒沉 上官太宰息怒 既是败官也识 便无须放在心上 这位小道友 你有何事 一须 又是的 陈希长老主持长安大小事宜 已是千头万绪无暇分身 你这就去回了那一须吧 上官太宰 上官太宰 你既如此说 正好 眼下有一件大事 一件小事 你任选其一 若能办到 不但神医道天 便是朝廷上下 也会鼎力相助 挥师东进 荡平江南 虽是小事 却也并不容易 你过来的时候 可曾看见附近 有个名叫杨琪的 经哲叫宣道哲 此事还是由我来亲自说明吧 你既出到长安 进城之前 应已见识过 经哲叫万灵丹的厉害 但依我所见 那经哲叫最引人警醒的 却并非这些灵丹妙药 而是他们为广收信徒 而宣讲的教义 这正是其中最为可疑之处 那杨琪对我神医道天 颇为警惕 一见我们靠近 便艰口不言 不错 你非神医道天弟子 又是名门正教之后 应是最适合的人选 若能早日寻回曲盟主 也算是了结我一桩心愿 无论是谁 只要加入咱们经哲叫 都能拿到这枚 教主亲自的万灵丹 别看着丹药不起眼 却能包治百病 比寻常药药要换用多了 昨日我们说到 荒神的无边神力 足以移山填海 翻覆世间 今日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咱们经哲教的教义 这教义由荒神大人亲自传下 博大精深 包容万象 纵使清静一生之力 也尽能领会万一 而其中最要紧的便是 开天辟地 清灼始分 清气将尽 灼气当生 天上地下 荒神独尊 欲正永恒 归依无神 只要谨记这几句话 日后无论是谁问起 都挑不出你半分错处 我在沉睡中 敬闻那经哲教宣道者 说什么 尊酌一清 笃信荒神 倒让我想起 五十余年前的 一件旧事 当年 南疆出现了一个 同样信奉荒神的邪教 名字就叫做荒神教 不知这经哲教 与荒神教 是否有所关联 这么快就回来了 结果如何 荒神教 从前倒是听前辈们提起过 但详情如何 我却不大清楚 不过 这肃正台的后堂中 应有相关点即可供查阅 就在那专案附近 我和你会示茬 我还是有事 是 我们正面 你也是 我们正面 可以 我 我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问的是那把极为邪义的陌生剑? 噓!小声点!若是被金吾卫听到了,可是要惹麻烦的? 无妨无妨,虽说有此禁令,但城里私下议论的人还少吗? 我就不信那金吾卫有千里眼顺风耳能把他们个个都抓起来 但西间便将佛门圣地慈恩寺一为平地 冲天血行三月不散,如此杀孽深重,说他邪义,明复其时 你瞧,这柄断刀就是我悄悄从慈恩寺的废墟里捡回来的 底下还刻了个王字,不知是不是原主人的姓氏 刀柄上似有灵力残留 我来试试能否与摇曳玄梦剑勾连 自那场大战过后,陌生剑凶名远扬 不少官人都上述星皇请飞此剑,并言成金无味 于是星皇怒而下令,无论是谁 再有不利于陌生剑之言语,火杀火流,绝不宽奏 撕毁了可以重建,可死了的人就再不能复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江镜与点栏目 青镜与点栏目 监骗来有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江镜与点栏目 护驾 回省 扇市倍队 户欧 � oblige 热 相信 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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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这里 不能后退一步 不好 还不能松懈 五大将军到了 我灵力有限 与摇曳玄梦剑 只能够连这么久了 其他线索 那你就得去拜访千金会的 身徒康明大夫了 姑娘怎么了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当初被陌生剑锁伤之人 全都是由她亲手救治的呢 其中还有几个伤兵 好像是又与邻居的残暴 今无未听到消息 提枪斜剑 上门来讨 身徒大夫只是争辩了几句 就差点被他们一箭斩了 我来讨讨 您看需要点什么 这个茶小怪真是给我找麻烦 这位仙长不是小女子有意为难 是是那五大将军位高权重 我现在说与你知 只怕下一刻就有金无味上门 回乡 送客 这 当初的议案都被金无味收缴了 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是我为治疗陌生剑之伤 研究出的几个药方 后来姐姐和卢会长也看过了 说这些凡间丹药只能治病 不能严命 原本一年前 我就该死在金无味剑下 信得一位路过的侠士相救 但除了这一页鲜血 他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 虽然他们已是伤重难返 但我身为医者却不能袖手旁观 你把这碗麻沸散 为他们服下吧 即使只能略微减轻痛苦 却可以让他们在走的时候稍稍 体面些 你把这碗麻沸散 神徒大夫 你若再要阻拦咱们抓捕逆贼 千金慧也保不住你的性命 在外面是逆贼 但在千金方 他们只是我的病人 准备冲进去 谁敢赴逆 格杀无论 灵力耗尽 这些幻象要散了 您看需要点什么 说来惭愧 我从小败得名师 苦学医术 自以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 都难不倒我 谁知 那陌生剑伤 竟让我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苦致死 即使侥幸生还 也不过一句情诗走肉 是个性假的男孩子 他身上并未被陌生剑所伤 却不知是受了惊吓还是撞了邪 从此神志恍惚 不发一眼 眼下 他娘亲带着他在慈恩寺 兴许是求大师为孩子祈福驱邪呢 对了 你若想要探望 就顺便把这只岩甲鸟 一块儿送去吧 罢了 我本来想着 心病还需心药医 也许修好了这岩甲鸟 就能对孩子的病有所帮助 可我是个大夫 修东西可不再好 不过我听说 博物学会的罗锦修罗先生 最善此道 近来他云游归来 正在国子鉴借月典籍 你若有心 可否顺道带着岩甲鸟 去找他问问 这岩甲鸟是那男孩心爱之物 连来我这乔病时 都片刻不离声 还一直盯着他 那他老人家呢 为何不找人修 他和孩子的爹爹 一片死在慈恩寺的大火里了 这岩甲鸟 这岩甲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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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如此宝物竟落到你的手里 哼 说得到轻巧 你好生看看那灰季 若我记得没错 这应是一件越无异越大事的作品 谁说我修不好啊 我这就 哦 差点就中了你的激将法 我与你无亲无故 自然不能白白帮你 嘿 你眼光不济 脾气也倒爽快 我也不刁难你 听说那城北的九天宫中啊 有三册博弈志 但那些牛鼻子 个个都吝啬得很 不肯相信 既然你有求于我 就想法子把博弈志拿出来 给我一跃吧 是戒 戒 读书人的事情 怎能说是偷 岳大师声名远播 难免有人仿制 仿制 你仔细瞧着此集 还有这导灵栓 虽然只是岳大师年轻时的随性之作 但这般精妙记忆 除了当年的谢宗师 你倒是给我找出第二个人来 看你东张西望的 一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一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戏里的坏人 个个都这么说 慢着 你有什么坏主意 快说出来我听听 好玩 真好玩 当然愿意了 你等着 我这就去 爹 爹爹 你为什么不要 你哪里来的野孩子 竟敢再次胡言乱语 谁是你爹爹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孩子都这么大了 爹爹不要了 师兄 我冤枉啊 世闻中气 抛弃器女 想不到你见识这种货色 如此小人 骨肉团圆 师父真的看错你了 也是老实义装 师弟你又何必否认呢 我真的不认识他 死你了 这是什么 大把 不认识你 直接 4 还是 分 是 大把 是 啊 大把 员 大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错不错 就是这三本 嘿嘿 那些牛鼻子日房夜房 最后还不是到了我的手里 放心 方才我已经修好了 不过你这回啊 可得千万留神 别再粗心大意弄坏了 有点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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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惜了 嗯 厉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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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天听街坊说 先皇要去慈恩寺为母祈福 冬儿好奇 就缠着孩儿他爸和他奶奶 说也想来看看 结果 结果 听说金武卫不知怎的 围了慈恩寺 不久后慈恩寺就走了水 我夫君和婆婆 再也没能回家来 而我的冬儿 虽说给御林军的军爷救了回来 却在寺里撞了邪 从此后 不是呆呆傻傻 就是整夜做梦哭闹 最近慈恩寺刚刚重修完成 我就抱着冬儿 来求寺里的大师做法 只盼能为冬儿驱邪治病 也不知现在如何了 施主是为甲冬儿一世而来 大惊大悲 犯邪重恶 施听言动 皆成虚妄 先前千金慧身徒大夫 已为他配了苏和香丸 以求芳香开窍 此药虽也对症 但冬儿所中邪碎非同一般 光是服药已经无用 贫僧已去求了镇国 尤先公主殿下 与贫僧一起 为冬儿做法驱邪 不错 殿下乃千金贵体 又是神医道天盟主高徒 近日常来寺中 为罹难者祈福 由他与贫僧施法 必能一举驱散协会 在这之前 还需让冬儿继续服歇苏和香丸 必会醒神 不过今日香客特别多些 小沙迷们一刻都不得闲 看你也是仙家名门子弟 贫僧这里先带冬儿谢过了 只需去寺中各处草叶上 取些新鲜露水 配合玩耀送福 要效最佳 一切巨刀杖 一切皆为死 以自夺他情 莫杀 叫他杀 负负负负责 来 来 甚好 贫僧这就安排东儿服药 不过 这位施主 看你对东儿如此尽心 可是有什么缘故 原来如此 其实先前秦陵之盟 也有一个叫浩仓的年轻人 来探问此事 当时变故未久 似中一片乱象 还多亏他援手相助 此戒 乃圣上遇赐给金无谓大将军 武锐的佩戒 贫僧也不便多言 施主 但请自去寺中各处细看 虽然眼下已翻修一新 但想必还能寻得蛛丝马迹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方才秦陵之盟的俄敬长老 也随公主殿下一同来到寺中 愿一同为东尔施法 此当慈悲之心 贫僧已十分感佩 你若有所发现 便直接说与俄敬长老便是 贫僧与你所求之事毫不知情 你可记得 即便未被陌生剑伤及 也会陷入这样可怕的梦魇 实在罪孽深重 殿下 崔伯玲不必再说 本宫心里有数 陈希长老 驱邪一事 本宫已与刘真大师商议妥当 那本宫先走一步 就有劳你在此相助刘真大师了 啊 殿下放心 陈希长老 我已通知秦陵之盟的同道 派精锐弟子前来 稍后也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半截发簪 上面还有些陈旧的血迹 这剑器十分不响 令人心绪不宁 若是幼儿老人碰触 难免受惊生病 想不到 他们这么快就追来了 我读书不多 也知道当年燕王千金埋骨 隐约翼 走眼 誓死来头 如今皇上的恩情 又岂时区区黄金可比 我当只有拼死一战 方不负皇恩好当 这个时辰陛下应该已经安然脱身了吧 妖孽在这里 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荣华富贵 你们几个 快去通知大将军 真是天子 就凭你们 哼 一个扮妖也配为帝 嘿嘿 别放剑 我要抓活的 快去 失敗 去年说秋天 要去乐游园上骑马 我还想换副新马鞍呢 将军 趁武锐还没到 你们快走吧 走啊 你们谁也走不了 瞧瞧 这不是本帅的皇帝姑父吗 堂堂九五之尊天皇贵昼 怎么一夜之间就沦落到如此境地了 不说话 也对 我要是你 只怕现在也无话可说 怎么是你 李燕哪 金蝉脱胶 现在才想到吗 你 虎大将军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灵力有限 与摇曳玄梦剑只能勾连这么久了 这股邪气的感觉好熟悉 看来 那陌圣剑与南疆斜剑果然脱不开干系 这 看来所谓陌圣神剑与补天灵出现的斜剑 确实有某种联系 不过咱们现在的线索还太少 有关系朝廷隐秘 那慈圣帝向来号称铁腕 杀伐决断从不容情 依你们看下一步该如何行事 小友果然好志气 不过那金蝉卫大营可不是仅凭一人一剑就能硬闯的地方 更何况武锐手中还有陌圣剑 我这里倒有一物 可包你直入金蝉卫大帐 只是此举危险重重 那武锐毕竟与陛下情分不同 一朝不审便有可能人头落地 你可想明白了 如此不顾生死 那位贵人果然没有看错 放心 贵人托我告诉你 关键时刻他定会出手相助 这封建书你拿去 若是遇人盘查便取出来给他们看看 想必无人挡杆阻拦 至于剩下的就由我来担待 尘息长老 额静长老 驱邪法事已万事俱备 贫僧这就念诵经文 为冬儿破除梦魇 到时还得有劳二位相助了 大师放心 驱邪除煞正是我师门所长 稍后我便以师尊亲传咒文 从旁护持 定能确保入梦之人平安无语 好 我们秦陵之盟的弟子也已经赶到了 两位施法之后 我会将弟子们的心神送入冬儿梦魇 我会将弟子们的心神 没有 我会将弟子们的心神 对 宝贝 联合 想必 我会将订阅 这 正 我会将订阅 杀 我会将订阅 你会将订阅 我会将订阅 我会将订阅 这 我会将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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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